其实在台湾有许多的街友 政府对于街友都有一定的安置SOP 在街头找到了街友之后 会先协助他们就医 再来就是导收容中心 可是不管是公司力 或者是这些中继之家 都有住期的限制 最多就是住上一年 这一段过程当中 希望他们可以学习工作技能 也希望能够储蓄 但是毕竟团体生活 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生活作息 会有一些摩擦 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环境的问题 还是家庭的因素 可是他们很不想回去 那也不行 那有些有些都变坏了 有些吸毒 吸毒有被关起来 都还没出来 就是我们眷村是小孩 有啦 跟你讲有吸毒 真的吗 外面被人家偷 真的啊 还有人会偷 我老觉得来了 他要赶我 我说我那么可怜 你还要赶我 也没有良心啊 那你现在 我说你61岁可以领老保费 什么领 你要工作才有老保 可以领老保 61岁就可以了 你没有偷保就没有 没有没有 他们人家说有领 他们只有领过了 老人老人基金吧 不是 老保费 确定 61岁 好那我去问问他 61岁 我在他们家经过 他是穿门店的 看到我说很可怜 然后喝 煮水过喝 我说第三桶 我被骗你 真的 那你现在有没有健保 没有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办 健保到来都没有脚啊 哪有钱脚啊 吃饭都不够 孩子也不给你钱 没有钱怎么给 就是他只能给2000块啊 半个月 他自己要生活 一个月等于给你4000块 对啊 他怎么可以多啊 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 欠我钱都没还了 哎呦 所以生儿子真的是很麻烦 生儿子已经撩脸了 好像有活来 人家都生儿子好 生儿子来是活 都一年都没看过人 天啊 你不要去捷补债了耶 我有一年在那个 娘间 门口睡了 好冷 所以他把我接回去 去别人家住 差点我要死了 差点要死掉 是哦 那没多冷之后 然后那个这样子 这样子空空的 然后那个 旁边人家冻菜 然后这样子 那你每天三餐就是有的吃 三餐是没问题的 有时候他放假的话 我就要去拿 没有拿饭的话 就自己花钱 其实可以了 哎 我会饿死啦 有的心生 我真的很可怜 你知道 我说我的心生就是 这样子 你知道我到处睡 这边睡那边睡 就会饿死 好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去参加选举 你会不会去参加选举 选举我不会啦 不会 我都不喜欢 哎 我现在自己要顾自己啦 别的我没那好顾啊 自己要顾 顾八斗啊 顾八斗 你说你现在几岁啊 就五十八了啦 五十八 哎 住金钟嘛 对不对 你可以出一本书啊 说那个街友的心生 很可怜 你知道 你都不知道那种 那个他晚上好晚我在那边睡觉 好像都没有人 我恐怖 我都 我说啊 管他睡觉 只能睡就好了 我怕坏人啊 嗯哼 这样子空无一人 就一个人藏在那边睡 那个椅子藏藏那种 哦 好害怕 就是不晓得 睡了几个晚上 我不敢再睡 我说二八四 我不敢再去睡 那你现在 有没有什么 中低收入妇啊 没有 他说不够资格 他说你孩子 可以 就这样子 哎 对啊 为什么说 有孩子就不可以 他跟你孩子 有差不多十八岁 就不用想 是哦 就挡住 可是你没有房子啊 可是你没房子啊 算了 那我又不会饿食 我去拿餐都不用花钱 你到哪里去哪 像什么正德啊 哪里就可以了 OKOK 正德像在里面吃 我才不要 好 那你现在是住的问题 对不对 住的 我说现在那个 人家那个 火锅店 他那个长长的椅子 然后 然后晚上这样出起来 就躺着睡 是哦 那你就不用花钱 他你知道我在那边睡 那你洗澡啊 是我去服务精力馆 那边有洗澡 不用钱 是哦 可以啦 这样子很 很轻松 哎 辛苦你了 我之前遇到一个贵人哦 我喝水不用花钱 他是他煮给我喝 在哪里 在大辽的 大辽 我现在就一直在找 像你们这样的状况 好吗